最近中共权贵们的丑闻是接二连三的被揭露出来 然而那些揭露真相的爆料人也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报复 就连揭发海南小学校校长带女生开房的记者 也因为受到威胁而被迫辞职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披露真相的人士遭到打压 似乎司空见惯 不过最近好像越演越烈 丑闻出来不久就会听到记者或爆料人受到打压的消息 8月8号 揭发海南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的记者在微博发声 透露当地官员对自己施加各种压力 他被迫离开了海南媒体 媒体曝光海南万宁校长带五名小学生开房真相后 公安局 司法局等部门轮番上门给家长做所谓的思想工作 要求不要事情闹大 校长家属打来电话 希望能私了 万宁司法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为校长庇护 警方宣称 经鉴定无形行为 因为这个政府确实是满图了 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链 因为大家都叹死了 让我们相互保护 你揭露我的脑 你那里也管制一下 揭露你的脑 我这里管制一下 他们整个就把政府变为一个腐败官权的保护散浪 最近举报了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的山西媒体人李建军 告诉BBC中文网 宋林阵营动员了李建军在山西的人脉 从小学同学到和他关系好的官员来对他进行施压 日前举报上海法官集体嫖妓丑闻的爆料网友则向中国媒体透露 他正在遭到恐吓 四川广源晚报的记者因为报道了司机与收费站扯皮堵路 称我们领导官大 也被约谈 导致报社日子很难过 大陆新快报调查记者刘虎悲叹 我们的同行都怎么了 前陕西电视台编辑记者马晓明 因参加八九民运遭到当局无理撤职后 一直坚持做独立调查 他告诉新唐人 在进行事件调查中 他也曾遭受到当局各种各样的打压 我也经常遭到各方面威胁 在事发现场去了解情况的时候 直接受到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的威胁 他遭到打 骂 照相机被抢走 带到公安分局非法居进 我都遭过多次 西安还有一位冯昭霞的记者 被人暗杀 尸体抛在郊外 据海外媒体报道 作为专门从事犯罪调查 揭露腐败行为的涉言记者黄某多次遭到追杀 他坐在一家麦当劳餐厅里就餐时心惊胆战 生怕被人认出来 主要还不是别人遭受披露的这些方面的威胁 恐吓 暗杀等等这样的报复 主要就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 执法人员公然的这样子做 这实际上是对作奸犯科 严重违法行为的纵容和包庇 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秦荣曾经因为披露腐败而做了八年冤狱 最近他也在微博发出信息肇事公众 他因披露山西运城防袭事件多次遭到死亡威胁 他们做的确实是英雄的事情 这个社会对这些真正的英雄没有足够的支持 被揭露出来的这些人 他还能够嚣张的能够继续去报复 说明整个社会的道德的价值体系这个标准已经辨认你 如果一件事情整个社会是不能接受的 所有人的眼光就会让涉事的人像是没有活路了一样 一个月前台湾有一名士兵在军中遭虐待死亡 媒体曝光后8月3号台湾25万公民在总统府前抗议 总统马英九下来与民众握手 遭到民众拒绝 大家齐呼马英九下台